靈魂不是物 这叫救 救是灵性 灵性自自然然 它就脱离六道了 灵魂出不了六道 它迷 还是执着 灵性怎么回事 灵性跟灵魂是一段事情 不再执着 不执着那个东西生活 它就超越六道轮回 不能执着 执着是很糟糕的事情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心灵躲开 不要去执着 不要对立 不要有成见 我想怎样怎样 把我的意思 嫁给别人 这都错误的 佛不上没有 佛随缘 你怎么做 佛多好 多点头 佛没意见 佛看到你错了 错了也没意见 看到你躲地狱了 也没意见 那为什么呢 知道你将来地狱罪受满了 你又会出来 我在等你 它没意见 这是你修学的功夫 真正成就了 清净心 你不会再有染污了 我们今天讲 物质的染污 生理 生理是物质的染污 心理是精神的染污 这两种染污 你都放下了 都没有了 身心清净啊 这样的境界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哪里呢 在方便犹豫图 他不在凡神通就说 在方便犹豫图 在我们此地 像华严谨讲的 修行的境界 到什么程度呢 得主义说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 是性里面的 粗性位的菩萨 这个中国艳语常说 凡事起头难 第一关很不容易脱破 第一关脱破之后 往后就容易了 你进了小学一年级了 以后到2013就容易了 就头一关很难破 头一关的时候 要断五种剑火 头一个是神界 不再执着神生活 知道神不生活 这个要常常记住 神不生活 要破神界 神怎么看呢 神是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神不生活 是我所有的 那一般人 那一般人呢 那神是 那我是什么呢 一般人误会了 灵魂生活 神又生死 灵魂不死 灵魂才在六道里投胎啊 啊 佛家叫神死 不叫灵魂啊 佛家叫神死 啊 这还是错误 比职着生 高明一顿 高明一顿了 这还不是 那是什么呢 那是迷惑颠倒的 自己 不能说不是自己 啊 是迷惑颠倒的状态 啊 应该呢 应该要帮助他觉悟 觉悟的时候 叫灵性 灵性才是母 啊 灵魂不是母 啊 谁叫救悟 救悟是灵性的 啊 灵性呢 自自然然 他就脱离六道了 灵魂出不了六道 他迷 啊 还是知足 灵性怎么回事 灵性跟灵魂是一段事情 不再知足 不知足那个东西生活 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这不能执着 执着是很糟糕的事情 啊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心量脱开 啊 不要去执着 啊 不要对立 不要有成绩 我想怎样 我想怎样怎样 把我的意思 嫁给别人 这都错 啊 啊 佛菩萨没有 佛随缘 哎 你怎么做 佛多好 多点头 佛没意见 啊 佛看到你错了 错了也没意见 看到你躲地狱了 也没意见 那为什么呢 知道你将来地狱罪受满了 你又会出来 我在等你 他没意见 这很高明啊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阿 你 头 佛 阿 好